大家好,我是黑童虎哥 这张我们将会到隔离区之外 将艾莉送往火银的接银地点 因为是到了隔离区之外 所以就要面对更危险的感染者了 大家可以根据需求 然后看着下方的这个标签进度条 跳转到想看的章节 视频的最后呢 也会有关于收集品的进度标签 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请记得关注我的视频账号更新动向 那么我们就开始吧 什么你做的? 杀人的时间 什么我应该做吗? 我肯定你会找到这件事 你以为你会找到这件事 Your watch is broken You mumble in your sleep I hate bad dreams Yeah, me too 你知不知道,我從來沒有這麼近 到外面 看多寒暗是 不可以更糟糕外面 可以嗎 原版这段还是录制CG呢 现在这些CG全部都是计时演算的了 我们现在就要出发了 本身就是在这个隔离区的高墙边缘 出发之前的旁边会有一个清单 这个是泰斯的进货清单 可以看到上面差不多每隔两到三个月呢 就会进一次货 然后货物的明细都在这里写上的 然后呢可以看到这里的货源 似乎是一个叫比尔的人 这个比尔给他们提供的这些货物 然后来他们再来卖 然后换这些配给卡 然后来可以换其他的物资啊什么什么的 接下来我们在出发之前 可以跟泰斯进行一次可选对话 这个建筑的位置非常好啊 就是这个隔离区的围墙边上 所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观察点 也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出口啊 这个地方就被 乔尔和泰斯这个走斯克啊 站下来了 所以这应该就是他们作为走斯克啊 离开隔离区的出口 这里这个发电机 启动方式变成了跟二代一样的方式啊 就跟一代是个UF是不一样的 注意这旁边还有一个收集品 这张地图上就详细标记了他们平时观察的这里的巡逻路线 还有就是说在这个离开隔离区之后 什么路线安全 什么路线有危险 什么路线可能会有变动 什么路线会有感染者啊 非常详细的标记的都是他们作为走斯克的各种准备 因为外面除了巡逻的士兵以外 还有这些感染者都是威胁 现在拿起来 有个温柔的车站在前面 好的 我们好 我们好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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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子 虽然他们有详细的准备防范 还有这些士兵的巡逻路线图 但是难免会有意外 你看这个楼的位置就刚刚好 是架在他们的隔离区的高墙下 不过来 不过来 别说了 别说了 不过来 不过来 行 看来 你判开它 你判开它 我叫它 OK 你手上的头 这是在里面的 这位置在里面的12 需要一个招募的三个团队 理解 我明白 看另一方 你能让这个值得一段时间 靠近 靠近了 嗯哼 什么是 ETA 几分钟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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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识我们会拿到他借子 啊 看 啊 Marlene set us up? Why the hell are we smuggling an infected girl? I'm not infected No? Just lying I can explain You better explain fast Look at this I don't care how you got infected It's three weeks old No everyone turns within two days so you stop bullshitting It's three weeks I swear Why would she set you up? I ain't buying it Oh shit Diz Run Run Go Go Run 乔尔一直都很谨慎 一直都没能相信Eddie他的这个话 但是呢 现在的情急之下呢 顾不上仔细考虑该怎么做了 我们先度过眼下的危机 这里其实眼下有三条路可以走 正面这个肯定不好走啊 跟着这个Tess走左边这里 然后呢 再往前走 翻过障碍物 贴着右侧的话 可以避开他的探照灯 基本上没有什么畅通无阻 再到前面呢 会发现有一些士兵拿的水电灯罩啊 这里的话没有关系啊 继续往前走 穿过这个啊 原版的时候这里是一个水泥管道啊 这里变成了砖器的管道了 然后到这个位置呢 看起来要往前走 其实左边呢会有一个岔路 走左边会更好走一点 因为士兵是在右边的高台上往下看的 好 到这里就暂时安全了 然后旁边这里呢 会有一个台子 上去可以捡到一个尖锐物 尖锐物也都重做了 这里可以仔细看的话 它是一个美工刀啊 但是它算作是四分之一的尖锐物 这里再往上走呢 就右边虽然说是有这个士兵在巡逻 但是呢 它是过不来的 只要不要被他看到射击就好 然后呢 这里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游戏当中的系统 就是啊 绝地难度下啊 本来绝地难度下是锁掉了这个聆听模式 就是聆听模式是不能用的 但是实际上呢 这个因为他用了二代的这个引擎机制 所以呢 在辅助功能里面会有一个选项 我们看这里的话 其实潜行方面啊 各方面的这个聆听模式其实是锁死的啊 但是不允许开的 而且绝地难度本身是锁难度的 但是呢 在这个因为是用了二代引擎 所以选项里面呢 会有这个导航啊 这个穿越这个有一个聆听强化模式 将这个模式开启的话 就可以在绝地难度下开启聆听啊 并且呢 不会影响我们的挑战这个评价 而且这个强化聆听模式呢 会有一个扫描按方块 聆听的时候按方块的话 会扫描所有的敌人 附近30米所有的敌人 而这个按下这个圆圈的话 就可以扫描附近所有可以互动的物品 方便进行收集 我们这个聆听呢 就不在游戏度过的时候使用 我们主要是给大家 如果说是有些元素展示的时候 会用的 平时的话我们自己都会用的 这里听到远处有敌人的声音啊 这里的话是因为有一个情况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前面有士兵在巡逻过来 但是呢 会有一个时间差 就是因为刚才前面刚进场的时候呢 会有一个动画演出 我们从卷帘门钻过来 但是那个时候呢 敌人就已经刷出来 并缓缓地向这边移动了 所以如果说是走动的时候 其实可以发现啊 他们就很快就察觉到我们了 但是这种的话 其实我们使用这个检查点重置的话 这些士兵他们出现的位置呢 就会重置到就是刚进场的时候最远的距离 而我们移动的时候呢 就会有更充足的时间来避开他们 这个机制呢 在之后的很多关卡都会用到啊 所以说 这个有的时候会带来有力的影响 但有的时候会带来有害的影响 这个要看关卡 场景里面有三块板砖 就是给我们利用的 我们先用第一块 直接丢到这个窗户对面 这样的话让所有的这些巡逻的士兵呢 都向那个方向看 我们就有足够的空间往这个这边走 然后呢到这里的话稍微停顿一下啊 前面会有一个士兵这样过来 我们稍微缓一缓 然后再把这个板砖也丢出去 让他们往另外那边的那个方向看 然后最后呢再拿上一块板砖啊 这三块板砖就都用上 并且还手里握上一个 到这里的话稍微停顿停顿 好 让他们就都没有看到我们 因为我们用这个宝珠 把他们的注意力都吸引走了啊 宝珠在手天下我有 这里的话度过之后呢 前面暂时就安全了 这里看起来像是一个 工业的一个环境 有很多的管道 啊 这里有个洗衣房 一带的经典元素 手电筒故障 这应该是一个某一个公寓楼 或者说酒店的地下室 好 接下来旁边的这个房间应该是个配电室啊 这里有一些物资可以拿 有两个点 一个是这里会有几个零件 然后旁边这边有个柜子也有东西 好 这里的东西就都拿完了 这应该是配电站 这里应该是原本是有人的 这个洞穴看起来是临时搭建的啊 还有一些支撑物 从这里出去就彻底甩开这些士兵了 啊 他们撤了 是一个地下宿 美 Что的メ筏 让我们连送你到 the Fireflies 之后 尖宿 研兰 那她说 那他们有个小处图楼 有一个地下室的缕 對,我們聽到這之前,是嗎,Tess? 那... 什麼事發生給我是關鍵的關鍵 噢,天啊 那是她說的 哦,我確實她說 別人,我沒有問過這個 我沒有,Tess,我們在做什麼這裡 什麼如果是正確 我可以... 什麼如果,Joel 我們來這麼遠,讓我們就完成了 我必須要提醒你,有什麼在那裡 我明白了 這點對話看起來顯然他們沒有達成共識 全爾還是要很謹慎,不信任 但是Tess質疑要冒這個風險 全爾也是出於對同伴的關心 所以還是得跟著 看這,穿包而過的雨水 你看這個,這個,這個雨水 呵呵 還是和以前一樣 只是一種普通的貼圖演出 不過地上的积水的效果做的比以前好多了 以前的那種也不是不好 就是一種節約技能 但是也能達到效果的一種方式 和原本一樣 這裡有五點維他命 叫補充品 有營養品 這個設定還是挺奇怪的 沒有什麼太多解釋 總之就是一種收集和強化元素 不用太介意 這應該是一個斷掉的橋 這個其實會有一個很 讓人疑惑的事情 明明只是一個疫情爆發 這些感染者 是有什麼能耐 能讓這裡的橋都塌了 還有這個大樓清洗 發生了戰爭嗎 把人集中到隔離區 然後把隔離區以外的地方 全都這樣轟炸一遍 是吧 做的好啊 這裏有一個破損的卡車 裡面有零件 現在我們要去的地方 TES前面知道的是 要去一揮大樓 和火銀的成員會合 然後把艾力交到他們手裡 不過這條路看起來走不通 得想辦法繞過去 這個地方很深 你看困難難度的時候 這個頂上還有點物資可以拿 不過絕地難度就已經沒有了 然後這裡呢 會有一個史詩級變動 史詩級變動 就是在這裡 這個地方呢 會有一個火銀掛墜 不過原版裡面的位置 在對面的那棵樹上 但是現在是改到了這裡 這棵樹這裡 像這種有較大變動 收集品位置的話 好像就這一個 其他的收集品位置 基本都沒變 所以這是一個史詩級變動 原先在對面那裡 還有幾個可以投擲用的 這個板磚還有在這裡 我們要去那邊議會大樓的話 得要穿過這裡青島的這個建築 這裡有道門 但是呢 其實只是另外一邊的入口 然後對面有個櫃子 是可以抽 一個抽屉是可以打開的 但是絕地難度下 裡面的東西就沒有了 這有一個屍體 這裡有個可選對話 一個血肉模糊 剛死不久的屍體 這說明附近會有感染者 這裡有零件 六個零件 這邊暫時下不去了 不過可以看到 對面會有一些廢墟 我們想辦法要繞到另外一邊去 這裡呢 又有一個收集品 這是他們的一個作戰記錄報告 幾點幾分 遇到了什麼 發生了什麼事 這大概也就是幾小時前的事情 而且他們現在是什麼 2033年 20年後 然後 然後 這個屍體這個狀態 後面還會再遇到 這個屍體重複使用的情況 在原版中 也有遇到 也是有也是這麼用的 一個屍體重複用了兩三次 這裡我們講到一個遊戲當中的功能 就是其實在這個替換操作裡面會可以替換QTE 就是如果替QTE是連點的話 你可以替換成長按 這樣的話會方便一些 其實我挺喜歡這種的 我不喜歡就是那個沒有必要的就是經常需要連點 就告訴我們這個階段的感染者沒有視覺 但是聽覺很敏銳 讓我們看這個大樓 向我們的左側傾斜 這個椅子也是 為什麼到現在他才 才滑過來啊 早怎麼不滑過來 就在那演 這裡即使我們用QTE針脫也不一定會受到傷害 這裡這個QTE被巡神者襲擊之後呢 旁邊固定會找到一個破布和酒精 而且是一整個啊 TES那邊也會找到 他會就我們一人找一個 你找這邊他就會找另外一邊 不過這裡你可以看看TES的右手 這個槍是黏在他手上的 然後再把這個破布給我 然後我們就可以做一個這個治療的這個奔帶 但是我們不做 因為之後的我們會撿到各種各樣的零食 會一點點就把我們的血就補滿了 如果你直接用醫療包把自己血補滿 那些零食就等於也撿不到就浪費了 這裡的話會有一個鎖制的門 需要我們要用一個消耗一個小刀來開啟 這算是個收集元素 所以是一定要開的 這個小刀應該是用完 我記得會掉在地上一個殘破的那種 但是現在看不到了 這裡面呢 看起來好像有很多櫃子 但是實際上拿不到多少東西 只有這裡有25個零件和10點維他命 決定難度就這點東西 這附近暫時沒有什麼可拿的東西了 我們去找Tess和艾里 到處都有怪聲 這下面看來是過不去 還得要再往上爬 看來 如果是這個困難以下難度的話 旁邊還有一個抽屉裡面會有物資 不過這裡是絕地就沒有了 絕地以下還有一個生還者難度 生還者的難度是最早原版的最高難度 絕地難度是在後來更新出來的一個更新的難度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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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快點 快點 寻生者的话 用这种手枪爆头都一枪死不了 他的血量非常高 然后呢 他的这个也很女锐 抓到人的话 只要攻击一下 是直接算是秒杀的 打他的话 最好的办法 其实是用宝砖 在这个飞带里面 拿着宝砖的状态下 只要预判好距离 直接宝砖三连击 就可以给他这样秒掉 即使是察觉 也可以直接拿宝砖拍 然后这附近会有两个 补血的零食 能弹棒 顺便我们再找一块宝砖 剥了一瓶就不行了 剥了一瓶造成不了什么伤害 只能说是砸晕 但是杂军以后 补近战攻击什么什么 倒是还可以 然后这附近应该是 有一个沙发 这里我们换上砖头 手上尽量拿砖头 能带砖头就带砖头 然后这里又有一个 能量棒 可以补十点的血 就是十点差不多 这附近暂时没什么东西了 又是眼熟的尸体 这个柜子我一直想吐槽 他拉的把手 是他的抽屉的把手 他这样拉的话 应该会把抽屉拉出来 这里是五楼 刚才那是六楼 就这样上上下下 然后这里又有一个 不太细的小细节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 是这个大楼倾倒的背面 照理说 这种背面站上去的话 这个吊车 应该不会晃动的这么厉害 因为他会紧紧的 贴着这个大楼 因为他是斜的 他应该是倒的轻的大楼 然后我们看到他 但是他其实是悬空的 你仔细看的话 你看他边缘 没有和这个墙壁贴合 是吧 这是一个不太细的小细节 这里应该是四楼 又往下了一层 这里前面就会有一场战斗了 我们得要做一下准备 附近没有什么东西 只有这里一把左轮手枪 又是这个尸体 这个尸体用了三次 只不过相对的 有的时候没戴帽子 没戴头盔 但是姿势 然后身上的伤口 什么都是一样的 我们虽然拿到了左轮手枪 但是我们接下来的战斗 尽量不去用 我们有更难缠的战斗的时候 再用上手枪 子弹最好都留够 这里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们用一下这个聆听模式 看这些敌人都在什么什么什么的地方 然后我们是有安排的这个理想击杀顺序的 然后首先我们是倒退了下去 这样就省了转身了 从这里下来 然后呢 只要我们下来 这些感染者就会开始行动了 然后首先是在这个桌子这等一会儿 等他进屋 好 然后我们呢 去偷袭他 先按三角再按方块 把它绞杀之后呢 我们向着另外一边走 其实这里是可以站起来的 但是到门口的时候 小心声音是会通过门传过去的 然后在这边呢 又有一个感染者 他是站定不动的 这种的话 即使你到他的正面 也不会察觉啊 他没有视觉 这种状态下 只有听觉 但是他一旦被惊动了之后呢 他就可以看到你了 他一般站在原地上低头不动的话 你在他站在他的正面 蹲姿站在他正面 他也不会察觉你 然后接下来场面上 还剩三个感染者 其中一个是寻生者 然后两个是跑者 然后有一个呢 会来回巡逻 到我们目前所在的这个位置 可以看到 就是这个 我们关键等他 到我们这边来 他的行动路线和原版 也有差别 原版的时候需要我们 再往前走到下一个墙拐角 但是这一版呢 他就直接会走到这里 直接将他脚叉就好 然后呢 场面上就剩下两个感染者 其中一个呢 是寻生者 这个寻生者呢 我们用板砖三连机拍死就好 然后旁边还有一个酒瓶 用来解决最后一个感染者 如果情急之下的话 可以使用这个棍子 因为旁边还会有一个棍子 来补充耐久 先砸一下 然后用棍子直接 可以秒杀 这里的话就全清了 就还好这场战斗 有比较理想的击杀路线 所以其实还算好办 然后这里又会补充 帮我把我们刚才的这个木棍的耐久 补回 补回来 他有四格耐久 这个棍子最好是冲刺来使用 会有额外的伤害加成 然后这里会有一发 左轮手枪子弹 除此以外 再没什么别的物资了 左轮手枪是好东西 因为他这个威力是正好 打这个感染者的身体 可以一枪把它秒掉的 人类和感染者都是如此 而那个9毫米手枪的子弹 更适合去打弱点 打战术 我们推的这个车 应该是个工具箱 所以很重 你不搜索里面有什么工具吗 这柜子里面没东西 然后这里会有一个施力架 他说会给了我们什么东西 让我们包扎一下 其实什么都没给我们 那个是只有困难难度 能拿到的东西 他才会给我们 这里暂时安全了 我们现在就继续往下走 那里挂着一个老式的显示器 这里就沿着这些积水往下流的方向 一直往下走就行 因为我们本来是在四楼三楼 然后我们现在到二楼一楼这样 这个手电筒照脸会有这种强光反应 人会做出一些强光刺眼的表现 到刚才这边最底处的积水以后 我们就要找旁边像有一个黄框的这么一个洞口 爬进来 然后这里有看起来有损坏的告示牌这个位置 从这里是可以挟着过去 可以拿到一个维他命的 然后这个是一个经典的 姑且算是bug 但是其实这是一种游戏体验设计妥协 也就是说我们的手电筒肯定是向着我们右手边 应该向着这个人物的正面发射了 但是却向着我们视角的正面照出去的光 这个不合理 但是这是一个出于游戏体验 因为它如果不照正面的话 前面东西我们就看不清了 这是一个妥协性的设计 妥协性的漏洞 这再往下的话 直接到了个地铁站 到了地下了 首先是这里有一个维他命 然后这里会拿到我们 第一个燃烧瓶 这个燃烧瓶在本作的变化非常大 史诗级削弱 它没有任何增强 它史诗级削弱 什么怎么削弱 我们后面会讲到 然后再往前走 会拿到一个收集品 并且里面上面会有一些信息 从这个字条上看 他们应该是火银的成员 然后说是要和火银第二小队会合 然后是议会大楼 应该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 他们是火银的成员 但是我们要会合的应该不是他们 但他们都已经死在这了 上面描述的一米六的红发女孩 应该就是指艾里了 然后这里有一个变化 就是这里会多一个自动贩卖机 并且是可以敲碎玻璃拿到里面的势力架的 不过这里会有一个良性小bug 就是其实是可以侧面有一个角度是可以直接拿到的 像这样 有一个角度是可以拿到的 你可以连点的这个三角 然后就拿到了 你看穿着这个玻璃 一般是要打碎这个玻璃来拿到里面的 再往前走呢 就会有战斗了 这场战斗呢 同样是因为开头有一段远演出 所以呢 这个寻生者的这个位置会有变化 会对我们不太利 会对我们不利 所以我们可能就需要这个重置一下 重置以后呢 他们的位置就是在最初始 而没有我们开头的演出来耽误时间 看重置以后呢 他的位置就是刚才这个演出刚开始的那个那部分 首先拿到这里一个小刀 然后这里有个瓶子我们拿上 用这个瓶子用来吸引生意啊 现在我们就慢慢的往前走呢 他正好跟我们的位置错开 而我们继续往前走 长径里面会有三个跑者 这三个跑者一旦惊动了以后 他们是有视觉 会带着其他的寻生者一起追我们 会比较难缠 所以只要我们能有办法 把这三个跑者先干掉 不让他们混杂在这个寻生者之间的话 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的遛着寻生者玩啊 虽然有很多的寻生者 所以我们优先先把这三个干掉 然后呢 这里又有一个变动 就是说这里有一个字条 字条上面呢 会获得一个保险箱密码 来开启保险箱 原版的时候呢 是必须要先拿这个字条 然后保险箱才能开启 虽然不用输入密码 不过这代呢 就是要输入密码 开启保险箱 但是呢 相对的你不需要拿的这个字条 也能开启 然后这里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前面那个方向 有两个敌人 其中有一个是这个跑者 但是呢 寻生者的寻生范围要更广 所以我们利用这一点啊 把他们这个筛选开来啊 在刚才的那个位置丢一个酒瓶 再把旁边的酒瓶拿上作为补充 然后呢 这样其他的寻生者就吸引开了 我们就可以趁机溜过来 把这一个跑者干掉 把这个跑者干掉之后呢 场景里面还是会有很多的这个寻生者 然后呢 我们利用我们刚才捡到的这个 再丢一个 还是这个位置 这样把我们左手边接下来的一个跑者 附近的一个寻生者 就吸引过去了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相对比较安全的靠近最后一个 这个跑者 这里又有一个自动贩卖机里面有施力架 我们先把这个跑者干掉 这里注意脚底下有一个板砖 我们是可以利用的 然后呢 这块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店面的附近 其实会有很多的板砖 我们先来把这个保险箱开了 保险箱的密码呢 我们知道是 我们现在不知道 我知道啊 是3 43 然后78 之前我们引开的这个寻生者 现在也回到了他的原本的巡逻路线上来了 但是没什么可怕的 所有的跑者都已经被我们干掉了 而这个寻生者跑的速度不是很快 是可以遛着他们跑的 然后长期里面又会有很多的板砖 我们把这个板砖挪一挪 但是要挪板砖的话 得要有个酒瓶兑换着 把这个板砖放到路线上 然后再把那个板砖再剪上 一个板砖就能排死一个寻生者 我们就可以遛着他们 先把他们吸引的集中一点 我们来看有几个寻生者啊 我们开拍 这有一个 然后这个地方又会有很多的板砖 这里有 这里有两个 然后旁边还有两个 这里有四个 就我们现在站的这块 有四个 最好稍微跑一跑啊 不要在一个地方 因为他们会容易聚集起来的话 你拍完一个很可能就会被抓了一个起身 稍微错开一点 隔的距离远一点就可以开始拍了 拍死三个 然后这边又有一个 就利用这些板砖拍就好 这还是最后一个 还有两个 四个 听起来还有一个 然后出口那里还有很多板砖 板砖是管够的 但是位置里要稍微知道一下 看这里还有板砖 不够 把他引过来了 这里的话所有的敌人就都干掉了 只要把三个跑者干掉的话 这些寻生者就很好对付 虽然用这些板砖来把这剩下的这些寻生者 和跑者一起都拍死的话 也不是问题 但是呢 出事的概率会比较高 所以稍微谨慎一点的话 我们就先把这几个跑者先干掉 不过呢 这里我们还有收集品要拿 就是我们刚才有一个字条 就是写有密码的字条 并且这里还有一些 这个补给 我们可以拿来补血 我们之前受的伤 现在都可以补回来 这是一个 应该是一包薯片 可以补20点血 就是一整格的血 还有这里也是 我们要 也可以用这个 哎 血已经满了 已经捡不到了 就吃这些零食 我们都已经把血减满了 这里的东西我们也都拿过了 我们现在要去冰面 这应该是一个后车室啊 但是后车室 本来原版的时候 也是有一个零食的 但是他就挪到了 刚才的自动贩卖机那了 原本这个自动贩卖机是没有的 这个字条似乎是这家店的主人 征求另外一家书店的德雷克同意 使用他的保险箱 然后把自己的东西放进去 就我们刚才拿到的这些 这里现在没什么东西了 我们去和泰斯会合 刚才出来的地方呢 在困难难度 还有些物资可以拿 但是绝地难度就没有了 泰斯给我们讲就是这个方向 但是有一个卡车痕在这里 旁边这个房间里面有一个柜子可以拖动 不过里面会有三个跑者感染者 他们是在原地站定不动的状态 我们即使到他的正面 他也不会警觉 而且感染者是对时光是不敏感的 手电筒什么的 不会引起他们的警觉 我们走到他的正面 而且不需要你轻退摇杆 你满推摇杆 他也察觉不了 就直接抱着一个一个都解决掉就好 这些僵尸的样貌和服装 其实就是各种排列组合 你们一般玩家不会注意到这种戏 如果说是困难难度的话 这个车体里还有一些物资 不过绝地难度就没有了 还是建议大家如果玩的话 还是玩困难难度 游戏体验会好很多 这个高难度下的话 如果你不使用特殊的作弊手段的话 很多东西确实很折磨 但我们是出于视频展示 所以用的是绝地难度 但是建议大家玩出于游戏体验考虑的话 就玩困难难度 就是一个刚刚好的一个程度 我们面前的这辆车 其实背面是可以进去的 里面会有一个收集品 因为经常是有些需要回头的地方 藏点东西 这个是常见的一种收集元素设计 这是一个官方的CBI安全手册 CBI指的就是感染的虫草菌 本来虫草菌感染的是这些昆虫节肢动物 但是最近变成了可以感染人类 就是游戏的设定灵感就是来自于虫草菌这样的生物 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关于虫草菌的这个基础的一些设定 并且是在游戏当中怎么样影响人的 最后还讲到它是如何检测 是用专用的这个检测仪 检测耳部 好到这里我们算是彻底穿过大楼了 要进入新的区域了 Jell over here We'll cut through this building Yeah that worked out great last time Sorry I'm just saying I don't need anything OK double time Oh shit Oh shit I know OK it's good it's good go Good job Good job Drop it Drop it You got something on your shoe Huh Gross OK How do we get out of this place 好 接下来是这里的卡车里面会拿到这个不养品 然后呢 旁边会有个工作台 现在的工作台呢 就跟二代的工作台是一样 在工作台使用的时候 还可以听旁边说的话和的字幕 可以看到字幕 此时我们可以用现有的零件 将所有的枪械伸到最大 Yeah I'd sneak out I was in this military boarding school You'd sneak out You know Explore the city I was in the mall when I ran into Infected That place is completely off limits How the hell did you get in there I had my ways Anyways One of those What you guys call runners Bit me And That was that I see Are you with Marlene When you were bitten No I went to her for help afterwards Knowing her I'm surprised she didn't shoot you She almost did Hope she's alright I told you She's gonna be fine 我们目前手上的零件足够 我们将枪械改到目前的工具等级 能改到的所有的东西 所有东西都升了一级 但是我们的工具等级是零 要到一级才能进一步的升级 Now we're talking 数次以外枪械性能方面 还有就是不洋品升级的我们的枪械晃动 要升级以后我们的枪才会变得好用 在那之前枪很容易空枪 就是本身晃动的就很厉害 敌人又会堵我们的指令 躲避我们的枪械射击 旁边捡到了一个左轮手枪的子弹 前面经典的花瓶环节 这里一道门的话 原本的物资位置变化了 现在是在右手边这一个箱子上面 这应该是一个展览品的储藏室 看起来 都是一些在维修 或者正在制作中的一些展览品 而且还有一些像是老古董 这有一个花瓶 这是一个经典元素 这花瓶原本是 有一些小bug 不过现在的触发还是跟以前一样 就是在你的镜头 一闪开 艾莉就会把这个花瓶撞碎 原本的时候是要 镜头视角要晃的 幅度要更大一点才行 现在只要是镜头 只要一丢失一下 一回来立刻他就会有这个动作 然后这边上面呢 会有一个火银挂坠 不太容易注意到 这个挂坠拿上以后 附近就暂时没有什么东西了 可以看一下这里有一些展品 这里是波士顿嘛 所以这里的展品也就是美国的建国历史 这里有两个柜子 两个柜子门 原本是我记得好像只有一个柜子门 不过那个柜子是没有门板的 是那个直接是一个木栅栏那种 直接可以看到里面的 我记得到家境 乍 encouragement 哪里rup 去沿い 我生命 我ái道 我画面的士 出来 寻生者 这边我们过不去了 所以要从另外一边绕 这个范围内会有三个寻生者 其中一个 不管哪一个都容易挡在我们的行径路线上 所以我们需要用上吸引的战术 不过这里同时还有一个需要用这个小刀才能解锁的门 就在这个位置 这代将收集类型里面的保险箱和这种需要小刀开启的门归类为一类的收集物了 这个房间还有一个变化 就是右边会有一个可以观察到外面的一个门口被这个架子挡住了 但是原版的说这里是声音是传不过去的 但是这代声音是会被旁边的寻生者是会察觉到的 所以这里的话要小心一点 尤其是寻生者走到我们门口 是属于那种喊叫的侦查状态的时候非常敏锐 所以要注意一下要避开这个门 然后这些寻生者很敏锐 不过我们可以通过投掷把他们集中引起来 这里的话会有一个势力架可以补血 然后这里我们本身有一个宝砖 宝砖先换成这个玻璃瓶 玻璃瓶吸引 扔到这个柜子上的话 正好可以把附近的所有的寻生者都给他引过来 我们可以用聆听模式看一下 看 这三个寻生者都把他们引过去了 然后接下来的话 即使跑过去被他们发现 他们也追不上我们 主要是打通向前的路 旁边虽然说是一个展厅 但是没有什么可以拿的东西 所以我们就不过去了 都是他们的一些展览物 但是有敌人我们就不便去观察了 到这里的话其实就安全了 再往前走的话 后面的寻生者就会刷霉了 就不用低姿态 上面的声音听起来有个跑者 我们要蹲下来 这个跑者在砸门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面朝右边 会稍微看到我们一点 但是我们只要慢慢的移动 先把他干掉 他在砸门的话说明太死 他们应该是在这里 接下来这个场景会有非常多的跑者 这段呢就主要是随机应变 然后利用好周围的宝庄和酒瓶 这里的宝庄和酒瓶还是挺多的 应该是刚好够把他们都解决掉 如果说是被这个感染者包围的话 我们就用这个棍子来解围 敲他一下 然后就去尽量去跑动的去捡这些道具 如果你要是不熟悉他的位置的话 重开多来几次 总会知道的 一般来说就是这几个投资物在脚上 然后呢这里的小路口也会有一个啊 刚本来要捡被他挡住了 我们就稍微绕一下吧 一点不用慌 这里有非常非常宽阔的跑动空间 所以其实还好 四个脚上都有 有一个脚 我们的右手方 现在右手方那边是没有这个投资物的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板砖 就剩一个了 这里的板砖也都用完了 拿个酒瓶防身用 这个地方呢 要稍微等一下 会有一个可选对话 是关于TES和艾里的 这两个是挨在一起 我们先不要着急去翻过那边的窗户 我们在这里等TES 还会在这休息一下 接下来这段路安全 暂时也没有什么收集品 现在我们已经远离 之前的那个青岛的大楼了 穿过这片感染者的区域 就暂时安全了 一回大楼 在那边 还是有点距离的 把这里的木板 搬到 对面的这个楼窃口 小尔第一次对艾里表现出关心 就被嗤之以鼻 此时乔儿的表情 明显是想女儿了 因为 这段旅程也快到终点了 还就该告别了 这一下子就离金色的圆顶 靠了好近 看来中间是跳过了一段安全的路线 他们这个运送货物的这个事情 也差不多快到终点了 但是能不能如愿呢 在这里发现了一个人的尸体 并且还有三发弹药 从这里的这个字条上来看 他们似乎是说 似乎是之前说的那个火银的 另外一支小队 但是有一个人死在了这里 看来他们可能是遭到了袭击 总之现在的状况看来 就是不太妙 但是也得要亲眼确认一下 才知道是不是有 真的有人来接应我们 毕竟这只死了一个人 可能不一定全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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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准备要道别了 然后在这个大楼的对面 这里有一个亭子 这个亭子呢会有一个火银挂坠 这些火银挂坠牌子上的名字和编号和原版都是一样的 但是这个上面的名字是指谁 这个就不知道了 目前推测的可能就是玩皮狗里面的员工 留作纪念的那种 好 我们到了 不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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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现在 我都知道 什么都知道 什么都知道 可能他们啊 可能他们有一个圈 或者说到那里 我去哪里 好远我们要去 这些远方 那是远方的 确实是远方 真的嗎? 猜猜我們是混亂的, Joel 這已經很久了 沒有,我們是生命的 這就是我們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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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們嘗試 我們來回家 我沒有… 我沒有走到任何地方 這就是我的最後一步 什麼 我們的幸運有機會 趕快後來 你去哪裡 沒有,不要 不要碰我 神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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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看看 我沒想到 我沒有想到… Show it to me 神經病 Oops 對嗎 給我手 這就是三個月 我被刺激了一天 我已經被刺激了 這就是真實 這真的真實 你真實 你必須把這個女生 去 Tommy's 他曾經過 他跟這個組合 他會知道哪裡 沒有,沒有,沒有 那是你的派對 我不是做的 是的,你也是 你看 有足夠的 你必須要感受到我 所以你把她 去 Tommy's 我可以 你不想到 你不想到 我可以 你不想到 你不想到 他們 他們來 我可以賺你 你不想到 你來嗎 我不會 一件事 來 來 這很簡單 我可以找到 不,不,不,快 快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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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知道你在那裡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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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的戰鬥的話 我們會遇到很多 裝備精良的軍人 但是這裡又沒有什麼 需要我們收集的東西 所以我們 逃為主 因為可以做到安全的逃跑 我們就盡量 用逃跑的方式 把資源流到 有強制戰鬥的地方 TES還幹掉兩個人 要擋住他們 但是沒能擋住幾秒 這裡是有一個維他命 然後跳過來以後 會拿到一把新武器 這個步槍 步槍 早期的步槍的話 其實不算很好用 威力有限 甚至 打這個 巡神者 一槍都打不死 要升級以後 威力才夠 一槍打死一個人 這些軍人呢 他們會從正面過來 我們往左邊走 並且路途中 會有一個酒瓶 但是我們已經 有板砖拿著了 就不管他了 我們從左邊這邊 繞 首先這裡會有一個維他命 我們先撿上 趁著他們還沒有分散開來 然後退回來 在這個位置等著 面前的這兩個士兵呢 他們固定會直走 一個會進 剛才我們去拿維他命的房間 一個呢 會走向我們這邊 然後往右拐 我們可以翻過這個沙發 然後繞到它的背後 注意現在這個版本呢 在翻過引起之後 立刻移動的話 會算作是發出聲響 所以我們要停頓一下 等他轉過身去 好我們過去 再往前走呢 到下一個拐角 這裡準備好投掷 你看最後還會有一個 這個位置可能不好 直接自動瞄準 我們要用酒瓶砸中它 然後直接跑 這樣就沒有人阻攔我們 然後直接過來翻越欄杆 然後這裡就暫時安全了 再往下走呢 又是一段要潛入的地方 也沒有什麼太多好東西 我們把物資拿上 就只有一個布片 布片的位置和原版相比 位置換了 現在是在這個位置 原本是在右手邊的櫃台 潛入的路線呢 也有變化和原版相比 但是呢 都是從這個位置 因為布置 場景裡面的元素布置 還是跟原版一樣的 所以還是很快 我就能找到一個路線 這一次的路線呢 就不走右邊了 就不走右邊的小房間了 而是直接從這走 然後呢 在這個柱子這裡等待一下 等他對話完了 然後讓他面不會朝著我們 他對話結束之後呢 會拖管給AI 然後拖管給AI了以後 AI的是隨機變數很大 有的時候他會向左防守 有的時候會向右 我們靈活應對 看著他會往哪走 在這個新版本的AI下的 這個敵人的第六感非常敏銳 你在他的背後 他很可能就會轉身 出了門以後就趕緊跑就好 稍微往右貼力一點 用這個牆壁做掩體 申取一點時間 跑掉就好了 這裡有半瓶酒精 這再往前走 哎呦有包子 趕緊戴上防毒面具 這個是自動戴的 換一下武器 前面的話又會有兩個士兵在巡邏 不過呢他們戴著防毒面具 但是他們戴著防毒面具 視野也非常的敏銳 原版這個地方的場景 非常非常的黑 這裡兩個士兵在決定難度下 是非常容易相互察覺的啊 先你先打哪個都容易被另外一個察覺 偶爾情況下可能不會 那就運氣好 不過呢我們就做好的事 处決一個以後呢 另外一個就是被發現的這種準備 因為他們的第六感非常強啊 時不時就可能會突然回頭 一對一的話還是比較好辦的啊 不管是用近戰也好啊什麼的 其實比這個原版好的一點就是 這代有反制 就是對手要進行反擊的時候呢 可以按三角來閃避或者推開 就像這種時候按三角就可以了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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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互演 你演他 他演你 原版我做過的視頻呢 是這兩個士兵沒管他 直接跑掉 然後他們會有一個額外對話 就是說 我可我才不願意追他們 追著他們去跑進 寻生 寻者堆裡面啊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意思 我這次我們把他們幹掉 是因為背後 這裡可以拿到一個維他命 五點維他命 好 地鐵這裡的話 暫時就 這張到目前為止就沒有敵人了 後面都是一些探索元素 可以看到這是 被轟炸後的地鐵啊 然後這裡有包子 應該是有些感染者死在這裡 後來這個 包子就容易出現在這種 密閉空間裡面 像其他之前的那個大樓裡面 雖然有寻生者死在了門邊啊 但是呢這個包子沒有散不開 是因為通風良好 艾利不會游泳 所以他走的是旁邊的這個 這條道 重製版的這個 因應用光線追蹤 所以水面的效果 看起來要好很多 就是說你透過水 也可以看到水下的東西 並且會有折射的效果 光線追蹤起的作用 就像我之前說的光線追蹤 有的時候表現會比 原版的效果要更好 但是呢 偶爾會出現一些 漏洞 會有一些疏漏 這種時候就需要 人工仔細的調整 就是他可以節約一部分的 開發的能力 但是呢也會帶來一些新的問題 比如說他 首先需要用戶的設備機能要更好 這裡有一個屍體 然後旁邊有一個字條 並且呢這裡還有一個 手箭筒 艾利會看 然後這個地方是一個 走私客的字條 其中收到的一個叫 Frank的一個走私客 他想來隔離區 好 艾利有裝備升級了 拿到了一個手箭筒 這裏 喬爾這邊什麼心態 我們不且不論啊 但是這個艾利這邊明顯 還是挺依靠喬爾的 他說你不會把我甩下不管了吧 還會有這樣的擔心 這裡有一個火銀掛墜 就在這個水下啊 比較容易忘記 然後這裡還會有五個零件 到這裡為止 本關的收集品就都收集完了 喘口氣啊 因為是絕地難度啊 所以UI沒有顯示 就不知道我們當前 這個憋氣憋了多久 不過質感上 好像這個重置版的憋氣的程度 要比原版的這個時間要長 我們看一下剛才的這個火銀掛墜 這個字條我們剛才沒看完 這個人是在等待這個叫Frank的人的時候 死在這裡了 而且他說到一個叫潛行者 潛行者我們之前這個 有一個軍方手冊裡面有說到了 第三階段的感染者潛行者 所以說以後會有什麼樣的危險啊 其實在之前的這些文檔裡面 其實都有一定的預告啊 這裡我們要把艾莉送到對面啊 讓她幫我們把對面的梯子扶下來 需要利用到這裡的這個木板 我原先還想試試就是說 讓艾莉把這個梯子推下來的時候 如果正好站在梯子的下方 會發生什麼事 然而並不能啊 就是他會有一個空氣牆卡著我們 給這個梯子下落啊 提供空間讓我們無法靠近啊 就是這樣 只有梯子放下來以後我們才能靠近 還會有個空氣牆擋著我們 還會有個空氣牆擋著我們 好前面就是出口了 Let's get out of here Hey look, um... About Tess... I-I don't even know what- Here's how this thing's gonna play out You don't bring up Tess EVER Matter of fact, we just keep our histories to ourselves Second secondly Don't tell anybody about your condition They think you're crazy or they'll try to kill you And lastly, you do what I say when I say it We clear? Sure Repeat it What you say goes Good Now, there's a town A few miles north of here There's a fella there that owes me some favors Good chance he could get us a car OK Let's get a move on Państwo Not to walk Your Guber Good Test That You Champ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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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